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先声明才先 但是我看就是很多人转发转贴 那今天呢一大早又看见龙英台写了一篇短文 就提到人们的生活 忘了那题目 但是里面他提到了一个生活 生活当中 现实的环境当中 人们如何面对成功与失败 而龙英台在他的文章当中也提到 说修行呢是解决这样困难者 失败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修行呢会非常的孤独 非常的冷漠 缺少 就是在很多人眼睛里 会缺少他正常人的环境 我个人呢觉得不太 当然这个不是原话啊 我特别澄清啊 我个人的理解呢 站在现实人的利益的角度 会看那修行者有他孤独的一面 其实 真正的修行者 他拥有天地 拥有宇宙 拥有着上上下下生命整体的连载 在他的生命的感悟当中 远远超越了于人的利益了 他完全看明白做人的道理 他对做人 现实人的利益的生活 没有兴趣了 而在利益人的眼睛当中 会认为他是孤独的 而实际是因为太多的人 无法与他进行灵性的交流 站在哪个角度看问题 这就是我们说的现实的生活 为什么这么讲 你对比陈光标这件事情 那就是极端的利益者 当极端的利益者 表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在石头的眼睛里 那就是魔鬼的展现 魔鬼在现实人的生活当中 一定是利益的 淫荡的 色欲的 放纵的 追求自我的 魔鬼显示出最物质化的东西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人性与生命的理解 一定在现实人的生活当中 表现出空灵 高不可摸 高不可及 但是每一个人内心中 又有切实的感受 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能理解我说的 但是咱说回说 网上有篇文章 表现魔鬼的一面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陈光标悬了 国信办吉山新闻 德国之声的文章 文章讲 中国国信办急令删除 陈光标美国开新发布会 为自焚者提供200万美元 手术费一文 评论人士表示 陈光标本意想讨好当局 却触及了中共的敏感雷区 不是的 他没讨好今天的人 他在讨好江泽民跟曾庆红 对吧 我跟大家描述过 周永康已经被干掉了 所以那两个自焚者 那两个人母女 能够被放出去来到美国 是超过周永康的人放出去的 在那整个体系当中 比周永康高的只有曾庆红和江泽民 利用周永康原政法委体系里面的某些死党 干了这事 那文章提到说 相关的消息最早是由腾讯网转载的这篇文章 结果没出多久就被删除掉了 原因很简单 在文章里主要触及到的是有关法轮功的问题 这是万万没想到的 也就是说 在整个陈光标购买 纽约之行购买纽约时报是假 是幌子 而想把它转变成对法轮功的声讨活动 这是真 这是这个德国之声的报道 是这么讲 而现场已经有媒体根据华盛顿邮报 在2001年的一篇报道当中认为 所谓自焚事件是当时的中共当局一手策划的报道 并对现场的陈果谋尼进行追问 而这两个人却否认他们的言辞与行为 与中共当局有关 但他们没有自由回答的权利 他们没有人身自由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能够解释 他们在过去的这12年里在哪里 怎么被对待 怎么跟陈光标连在一块 都没有 那德国之声的报道就回忆了当年 在1999年4月 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南海请愿 要求当时的中共当局合理对待法轮功学院 要求有个合法的练功环境 我们有着正常的宪法所规定的 一个人的正常的信仰自由和活动自由 这是很简单的 此后江泽民下令在1999年7月份 成立610办公室就是所谓的中央防范和处理协交问题领导小组 而这个组织是超越一切国家机关 一切国家组织的 包括司法都要为他服务 包括军队 包括武警 包括所有的东西都要为他服务 而这个机构却是用来专门迫害法轮功的 一直到2001年1月23号 这是传统的中国传统的除夕之夜 发生了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菲利普潘 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自焚的中国之谜》 那他去采访了那些所谓的自焚者 他们的邻居 他们的家乡 而他的邻居 他的家乡都称 那所谓的自焚者 根本没有人见过他 练过法轮功 我跟大家说了一点 知道真相 是每一个人做人的尊严 你是人 你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 因为当一个人脱生成人的时候 是他灵性的一面拥有着福分 是这期节目开始时 我跟大家介绍过的 无论陈道明也好 龙英台也好 他们所提到的修行 所提到的文化 所提到灵性的追寻 那是生命的真实 今天跟大家 劝告大家知道真相 保住善念 是对你真实生命 是那两个人提到的 灵性的一面的尊重 因为他是不死的 但是他的何去何从 将直接取决于你今天 对善与恶的取决 德国之声采访了这个网上媒体人北风 那北风在推特上曾经这么说 陈光标这次十有八九拍在马腿上了 把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法轮功问题上 对中共来说可不是件开心的事 他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讲 六四问题和法轮功问题 还是中共当局不敢拿到台面上讲的 而中共当局还在继续当初的定性和做法 这是让他们脸上无光的事 和法轮功相关的劳改营 活摘器官 都是饱受国际社会直接指责的内容 况且不论这两个母女的这种自焚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当外界重新聚焦到法轮功这个问题时 对当局来讲 中共当局来讲 都是失分的过程 从当局最新布置的一系列顶层设计来看 不会突然来这一招 让国际社会转移焦点的 明白的人都懂 这不是现在中共上层做的 而为什么有人这么做 这件事情是江泽民主控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基本上的情况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beautiful a nimble mastery an explosion of color and sound the divine culture returns experience sheng yun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is at sheng yun.com 而在1月9号晚上 邵逸夫在香港举行了葬礼 邵逸夫的名声太大 他的想中太大 所以有道理称 所有跟他有关联的人 都应该有所表示 可是网上出了这篇报道这么说的 这是BBC的报道 邵逸夫葬礼举行 习近平发宴殿哀悼 上来是这么介绍的 香港影视大亨 邵逸夫绝世的葬礼 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 发了这个宴殿 表示哀悼 那内容就介绍整个的过程了 然后他还特别提到说 董建华和前特首曾英全 星期五上午先后 到了这个香港殡仪馆 这个悼念这个邵逸夫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梁振英的任何报道 这是挺吃惊的 这是我看到的内容啊 没有看到梁振英 出现在有关悼念 这个邵逸夫的这件事情了 那除此之外 江泽民没有出生 没见到 而当初红线女士是这个追悼会上 也没有看到江泽民的任何的声音 而这不符合江总书记的风格 这必须是露脸的时候 表示自己权力的时候 但没有 而更让人吃惊的 几乎所有原来今天活着的 曾经管理过香港事务的中共高官 都有所表示 而唯独从1997香港回归之后 把梁振英一手提拔起来的 曾庆红 曾庆红主管香港事务十多年 今天在香港依然有着深厚的影响力 是指他对梁振英的影响力 而曾庆红竟然连一个蔫屁都没有 这就是风向标了 对吧 梁振英没看着 曾庆红没看着 江泽民没看着 看到谁了呢 朱镕基 这原来都不出声的人 温家宝 这原来不出声的人 这样的人出来 而那样的人下去 而再看看江总书记的 经常在镜头前的表现 江总书记出事了 因为今天上层的人 发狠了 要把蛤蟆给踹死 应该是这样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